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要形成一个新的交易范围 然后我也不确定它交易范围会在哪里 也有可能说比如说这边搓一个底 然后就就开始要准备再走 有可能如果就是大家比较看好的话 要看这个市场的结构怎么样 只是我没有想要说持有它 因为我大概点7 我忘记是点7几 点07几买的 然后我杠杆也爆仓了一单 亏损了一些 然后目前看来是要往下转 所以我暂时不确定 所以我就去 我就把它先套出来 然后准备要去 准备去买别的币 我是买了Chainlink 然后我的Cardano昨天也套出来的 Cardano 然后我对狗狗币其实还是看好的 因为我觉得它有那个互联网效应在 然后包括我前一个视频 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自己对狗狗币的想法 我是认为它还是有用处 而且它是undervalued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 这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我现在觉得主要就是 大家觉得涨了那么多了 所以就比较少人进来 然后每个人都在传狗狗币 上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传 Everybody都在狗狗币 那每个人在狗狗币的时候 然后还涨不上去 那说明可能那个热度 已经到一个顶 那需要一个reaccumulation 需要一个重新的一个积累的一个周期 然后我们就简单看一下 几个支撑点吧 如果跌下来的话 考虑买的 有可能会跌到这里 如果这个跌破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目前这个 Descending Triangle的结构 然后我昨天是朋友圈发说 我退出狗狗币 暂时退出 然后我是看这个交易范围怎么形成 然后到时候 我应该会囤一些狗狗币 只是我现在暂时 我不想要钱套在里面 然后这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嘛 毕竟是个大牛市 然后我不想要卡在一个屋顶上 然后进入一个重新积累期 可能要两个月才再起飞 特别是重仓的话 所以这个Descending Triangle 如果Break Down的一个Target 可能会差不多贯穿到这个Pivot这里 这是一个Daily的Pivot 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范围很大 你看这30% 然后Pivot再反弹回R1的话 是77% 然后如果也有可能跌回S1 只会觉得概率比较低了 除非全部人都抛手了 跌到S1这边的话 就是要跌76% 只是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不是要吓大家 因为在一个那个山寨币季节 如果这边暂时结束 然后冷却一下 然后比特币山寨币 全部都进行大回调的话 是有可能跌下来这里 所以我目前盯着的目标 就是一个Pivot 0.041838这里 我可能会在这边考虑吃一些 如果掉下来 如果那时候刚好有解套的话 然后在这边我也会吃 这边可能会吃比较重场的 如果跌的回来这里 就我觉得大概率跌不回来 可能会在 有可能会贯穿这里跌到中途 某个地方这样子 只到时候真的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说 然后我这边设一个警报吧 如果跌到 跌到这里的话 我就 我会关注 然后我大部分的 关于价钱 像我自己买卖东西的话 我主要还是发朋友圈好了 这微信朋友圈 然后欢迎大家加我 我的朋友圈就是 Mike Crypto Life 我打在这里 M-I-K-E-C-R-Y-P-T-O-L-I-F-E 就是 Mike加密货币 人生 Mike Crypto Life 所以 然后我群里面一般也会发一下 只是我昨天 昨天不想要 太多互动 所以又在休息 所以我就没有发 所以这边是我目前在盯着 狗狗币的一个目标 这边应该会有一些支撑 一定量的支撑 然后昨天我卖掉狗狗币以后 我就在考虑要买什么币 后来我打算买了Chainlink 因为Chainlink的话 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sending wedge 然后这个如果breakdown的话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构 只是这个也可以看为一个重新积累的一个reaccumulation的范围 然后是在上涨的reaccumulation范围 那如果是上涨的reaccumulation范围的话 应该会 它的涨幅会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开始 就是 开始要直线上升了 就从这边就开始了 这边是见底嘛 这个范围的底 然后我们这里是刚离开这个范围 然后离开这个范围 然后离开这个范围以后 一般会有一个回调期 我们看到这回调期是一直往上涨的 所以那个趋势非常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比一个高 然后准备要直线上升 所以我昨天在大概点30 30.4左右的入场的 然后今天确实创了一个新高 如果可以突破这个32.8991的话 Chainlink应该要冲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目标 我就随便设一个目标吧 就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拉一个这个 Fibonacci retracement 之前的这个范围 这是从4块钱到1块钱 之前这边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这个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突破了这个范围以后 也是一个上涨 它有一个回调 然后就爆发 然后爆发是到这个 差不多可以接到这个4.76 4的一个Fibonacci的一个extension在这边 然后只是如果我们同样道理 当然不一定会这样演出 只是我们同样道理这样拉的话 那Chainlink 如果到同一个这个级别的话 大概68块吧 如果到68块的话 我可能会把我的本金套出来 因为我重仓了 我买了大概6万多美金的Chainlink 在这里 然后大家也要注意 就是它有可能会回调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跟着我乱买 自己做好风险控制 我买Chainlink的原因 除了是这个一个积累 往上的积累 看起来非常强势以外 还有就是因为比特币在2019年 18年进入在熊市里面的时候 Chainlink自己有一个一个大牛市 它从它涨了大概33倍 3300%在19年的时候 所以比特币在一个熊市的时候 Chainlink也可以有牛市 所以它稍微跟其他的加密货币 我认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挂钩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很多都在跌 当然有一些在涨的啦 只是 都是 都是很小的币 所以我说可能是骗局的币 然后大部分的都在跌 都是红色的 有没有 所以Chainlink今天确实在涨 所以Chainlink蛮强的 我们可以看到Others Dominance Others Dominance 这是说明所有的 除了比特币以外的 那个市值的一个增长 或者一个减少 Others Dominance 我前几天就说了 它目前在一个 这个Weekly R1这边 然后这边是一个阻力 虽然我们 我们抖 我们顶上去了 只是还没有在上面close一个Candle 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回调期 不代表这个牛市结束了 我认为这个山寨币季节才是一个开始 这边是一个Spring 然后我认为它有可能回调或者回调 然后再走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山寨币季节 然后目前见证到的应该都只是一些积累 一些山寨币的积累 然后把价钱往上推了 我们都还没离开这个范围 所以持有山寨币的 你们自己做好风险控制 然后这边是有可能有些回调 因为我从这边这一波这样上来 我已经翻了大概六七倍了 所以我把一些笔重新分配一下 然后我还是在积累 我去买了Chainlink 我现在暂时又没有任何的USDT了 我现在还是投入到Chainlink 因为我认为回调的话也是中短暂的 然后哪怕牛市就这里结束了 Chainlink在熊市的时候 他自己也有可能会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牛市在熊市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 然后我觉得以太坊也是要准备充的 以太坊有点慢 一直有点慢 他也是跟Chainlink 他结构跟Chainlink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说以太坊也可能准备充了 你看我们刚才看这个是以太坊嘛 对不对 然后Chainlink在这里 是不是长得很像 只是Chainlink的涨跌幅比较大 因为他的盘比较小 然后这是以太坊 所以我觉得Chainlink 再跟着以太坊 或者以太坊再跟着Chainlink 都有可能 好 所以以太坊我也是看好 只是我以太坊已经很重仓了 所以我不需要再加以太坊的仓位 嗯 比较保守的话应该是以太坊 那仗跌幅不会那么大 然后我们来看 看看Others dominance 这是Chainlink的Dominance 这是Chainlink的Dominanc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Chainlink 自从8月16号2020 我们看一下这里 8月16 就在这里 见顶了 然后进入了一个152点的重新积累期 这个整个过程经历了半年 然后我们刚突破了 然后很多人这边可能说不敢上 只是我个人认为 他才刚突破了23天 他积累了153天才突破23天 一样的道理 他积累的期越长 他涨的稳定度啊 或者那个周期就可以 就可以持续的越久 这是我 我觉得 以太坊就是一直在涨 很猛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比特币 看完比特币我们就来讲新闻 比特币的话 目前看来 是 就是 Elon Musk 入场的比特币 造成价钱从39,000瞬间 冲到 47,000 48,000 然后目前看起来也是 可能想要回来一下 回来探一下底 这样子 只是目前他上涨的结构还没有 还没有被打破 这跟狗狗币比较不一样 就是他形成的其实是一个 ascending triangle 所以 这个如果 如果break up的话 这个大概率会继续嘛 这是一个牛式的一个 continuation的一个结构 所以 这如果可以继续的话 他会 他已经突破了 R3 还有一个dailyR3 所以我认为下一个价钱 会有比较大的阻力 大概就在5万4 这里 这里突破 很多人说价钱目标5万 我觉得5万不会是一个 太大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一破5万 应该就只冲5万4了 然后5万4破了以后 就开始真正的 就是那种最疯狂的牛式 会来 因为他突破了所有的 那个阻力了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个 会怎么样演出 然后如果 大概break down的话 也是这样子去描述的 就看从哪里break down 假设如果从这里 就break down 的话 那么可能会跌回 这个R1这里 这个排的刚刚好 在这里 所以可能会来4万这边 等于是这边break out 然后他再回来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 大概在这里的范围 4万到4万8之间在这边 Ranging 所以我认为4万会是一个 非常强的支撑 在这里 因为毕竟我们这里 重新积累了 也一阵子了 看一下 然后现在各式各样机构入场 30天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支撑 然后如果他跌破这里的话 可能又要回到原本的范围 那原本范围的话 它的底大概在3万亿这里 好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评论 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接着就讲一些新闻 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 因为好久没看新闻了 BitPay BitPay是一个可以 它有做钱包 然后也可以储存比特币的一个 custodian service 就帮人家存比特币的 然后他们也有发卡 他们发mastercard 所以你可以买一个 申请一个他们的卡 然后你可以里面 直接充加密货币 然后就可以直接消费这个卡 以前是可以直接消费这个卡 只是苹果一直不让用 像我之前用另外一个 加密货币的卡也是 就是苹果 它会不让这些加密货币的使用 所以苹果开放了 它开始可以用Apple Pay 这个卡可以加到Apple Pay里面去支付 然后有一些绯闻说 苹果是下一个会入场比特币的 所以我认为确实是 因为它已经参与了比特币的一个 这个支付科技了 所以我认为它会是下一个 然后他们Soon会 也有Google Pay Samsung Pay都会加进来 然后一般是反过来的Visa 是跟Google Pay Samsung Pay先 然后Apple Pay还没有 因为我之前卡是Visa卡 然后Master反而是Apple Pay 然后在Google Samsung 所以就是他们可能 也有分合作伙伴吧 可能就是两边都要入场 比特币的Master跟Visa都入场 然后他说在这一个quarter 这一个季度 就会 就会出来Google Pay跟Samsung Pay了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 那个加密货币的 我们可以直接绕过传统的银行 不用存到银行里面 不用兑现回银行 我们可以直接存到我们的卡里面 钱包里面 然后通过我们的刷卡 直接通过Visa和Master 或Apple Pay直接就支付了 所以现在整个都绕过银行了 银行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些机构 然后中央政府也想要进来 美国我们就一直看到中央政府银行 申请那个可以帮客户持有 储蓄这个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 所以银行那边也在赶 赶上来进度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支付科技 比银行还要领先做这一块 然后我们看到1inch又有一个空头了 可惜我没拿到 因为Uniswap在1月的时候 它的交易费太贵了 以太坊的交易手续费 所以我没有去交易 我本来想要交易 只是没交易到 它不是把它的币 空头给使用过1inch的用户 但使用1inch的 提供流动性挖矿的池的 提供liquidity的也有得到这个币 只是它是叫做一个Vampire Airdrop 它是去把这个币送给用 Muniswap跟Uniswap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的人 它这个作用是什么 等于是帮1inch打广告 因为1inch我去看了它网站 它其实蛮发达 它比Uniswap发展的还多 它可以挂单 它好像还有 它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我们直接去它网站看一下 它叫做1inch.exchang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 你看它可以挂单 Uniswap不行 Uniswap只能按一个按钮 然后就买 然后又有流动性挖矿 然后就还可以买那个gas 可以买这个cheat token 这会让你 在以太坊的手续费很高的时候 让你的手续费稍微低一点 所以它这边很多 然后它是一个dex aggregator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 你在这边交易的时候 它不是说它不是一个交易平台 它是把所有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 比如说这些 DeFi Swap Sake Swap Kyper Swap Uniswap Zerox Uniswap Uniswap V1 V2 SushiSwap Balancer 这些全部都合在一起 然后比如说你要买以太坊 你要买一个以太坊 它说这是一千 八百零三个 Dime 这是一个maker deal的一个稳定美金嘛 然后这边的话它会去 看这边哪一个价钱最好 然后最好的价钱 让你去卖或者买这个以太坊 所以它会帮你 比如说你要买的时候 它会帮你去搜所有的这些去中心化的交易平台 哪边的价钱最好 因为会有还是会有一些差价 对 然后他们就是进行一个vampire attack 他们把这些币投给使用过其他平台的人 然后等于是吸引大家过来看一下他们的平台 因为必须来他们平台他们网站才能领他们的币嘛 然后就是如果在2021年的1月 那些好像有超过三笔 那个在uniswap上面做超过三笔交易的人 都可以去领这个币这个空头 你们可以去oneinch.exchange 然后连上你的钱包 这边会有 这边领取oneinch币的一个按钮 如果你用过uniswap 用过这些dex的话 你可以连上来按一下看看 看你有没有币 可以领 然后这边又有了t-mobile被一个客户起诉 这客户损失了45万美金的比特币 in一个sim swap attack sim swap attack是什么 就是坏人 比如说这黑客 打给这个电信公司 这个电信公司目前是t-mobile 然后跟你跟他们说 我的sim卡丢了 叫他们帮我们补发一张sim卡 然后他就可能有这个 他可能有这个人泄露了他的身份 之类的 然后他就等于是让t-mobile去泄露了他的心 让t-mobile去帮他重新发一个这个这个卡 sim卡给他 或者是让他可以收到这个简讯短信 然后他就登录 可能是登录了这个人的交易平台 那个这个人交易平台可能是要 手机验证码登录的 然后就手机验证码 就可以重置这个平台的密码 可以登录 然后就把他的资金给倒走45万美金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怎么避免呢 我教大家就是 如果你们有在交易平台的话 他们一般会有个2FA 叫做2FA 我不知道这中文叫什么 2Factor Authentication 然后这个的话尽量不要用手机 因为手机可以被sim swap attack 因为这个数据都中心化的 然后有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管家在那边 你丢失了你的卡 你可以跟他报失 然后他就重新给你一个新的卡 那他就等于是这个黑客 这个坏人就有你的号码 他可以去重置你的密码 然后这2FA的话不要用手机号 用Google Auth 用这种东西 或者类似的 我自己 我自己很多平台是用Google Auth 然后他就是每十几秒 二十秒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随机密码 然后每次都会不一样 然后这个就是没办法被sim swap攻击的 就是大家自己注意一下安全 然后这个Kurchistan 我不知道这怎么念 他们的中央银行也准备要 license crypto exchange 所以他们也是要 就是 就是一个国家又要开始大众的认可 他们要看怎么样去法律管制这个加密货币 然后让他们的公民可以去购买 持有加密货币 要跟银行跟这些交易平台看怎么样去合作 出这个事情 然后说在预期在2021年底左右 会定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大众认可一个普及化 这个比特币 然后我们 上个礼拜 Nigeria说 他们要 suspend 那个他们要禁止加密货币禁止比特币嘛 然后他们提出来说要禁止比特币 我现在暂时暂停这个regulation 就本来说要禁止了 只是还没有通过这个法律 法案 然后现在就暂时先暂停了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里面 Cryptocurrency 会成为 a world wide transaction of which you 还不能 identify who 是 它被保护 an 実施 连货币 the technology is so i 他说他们前所以他们上个礼拜说要叫停这些比特币的支持 把那银行全部都不让他们支持比特币 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 我们之前也研究过 我之前有个视频叫做如果美国禁止的比特币会怎么办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可以去研究其他国家禁止比特币会发生什么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研究了一个巴基斯坦 他们之前就做过这个事情 然后发生了 如果被中央政府禁止的话会发生什么 反而他们的市场 他们的P2P就是人对人的市场 不通过中心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这种市场 反而他们交易量会上涨 然后会完全无视掉这政府的管制 然后他们的挖矿这些全部都会跑到国外去 然后他们就谁禁止比特币他们的国家 在区块链比特币的这个领域里面就会落后 所以这个Nigeria他们也发现了 他说他们什么法禁止这个比特币叫停 也后来发现P2P的交易量上涨 然后完全不影响 然后大家反而就不要他们的这个Nigeria Naira的币 他说他们这个他也不太 他应该也是不太懂 他说这是一个app在控制的 然后是有区块链的技术在支持的 然后也是禁止不了的一个科技 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比特币把他们的国家发行的这个货币 已经把它直接做废掉了 然后这是包括所有国家都最终都会这样子 只不过是快慢的问题而已 然后这边Nigeria 他们的发行的货币是特别不好用 所以就 所以第一个就被比特币干掉了 因为是真的没有价值 就是真的就是中央政府印出来的一张纸而已 连他们Nigeria周边的国家都不收Nigeria的币 所以Nigeria在进出口是用美金 他们的中央银行政府 这些内部人员都是用美金 美金至少还有一点点价 还有一些价值 至少世界还流通了 只是他们的币 连他们隔壁的国家都不收的 只是他只是发行给他们的公民 自己互相交易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这个币 这个不流通 所以大家一拿到就换比特币去 然后他们的币就 就很惨 好 因为我可以記住 好的6、7年过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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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我丈夫有rouw 他币命 Arauber 3张区plement 币你κ十体币 明天 你来我说新用资ole 有议 石工 不断费和 他 meidän 我们不断费 现在 konnten 马 im 如果我们有一个经济的经济是很强烈,而我们不可以领导 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有一个经济的经济会,我们不知如何我们的经济会会 在这些年轻人会不会有一个经济会的经济会 Central Bank has a duty to try and work with the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所以他说他的小孩买了三个比特币 所以我就是像我之前一直说的 就是年轻人会慢慢的替代 也会慢慢去感染前一辈的人 因为现在目前在管理国家 都是这些政治人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只是开始这些人也不可能永远都在 不可能永远都是他们在管 年轻人会慢慢进来 然后年轻人对比特币 对加密货币的接受度比较高 然后慢慢的就会渗透到整个系统里面 所以他说这个既然禁止不了 那我们要看这是未来的趋势 这是这个科技 那我们的币都没有用了 那我们要看怎么样跟着这个科技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国家开始这样子考虑了 他们才上个礼拜说要禁止比特币的 然后这个礼拜就完全是180度反转 因为他们发现禁止不了 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中央政府 说要禁止比特币的 只是比特币不在乎 比特币 印度嘛 印度好像在大概2月初的时候 说要禁止比特币 就是印度说的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力度的 你看比特币冲新高 直接冲48,000 打脸 那他们说要禁止比特币以后 Jack Dorsey跟JZ 开了一个500个比特币的一个blind Bitcoin Trust 在印度跟非洲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这个是做什么的 他们就是要在印度和非洲去想办法去推动 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 他自己说要make Bitcoin the internet currency 其实现在基本上就是 你在网络上 比特币的话是最流通的嘛 毕竟有800 billion的流动资金在里面 而且是非常流通的 不会像说比如说房子的话 你要卖的话还要签这个弄这个 就很多乱七八糟的 只是Bitcoin你按一个按钮 各式各样的平台全部都流通 都可以交易 所以他要在印度那边 非洲和印度那边去想办法推广这个比特币 虽然那边当地禁止了 像印度说禁止了比特币 印度说有6个月给大家去 把那些比特币套现出来 或者是套出来这样子 然后比特币有一个第一个ETF 上线了在北美 然后是在加拿大上线 所以恭喜加拿大的公民 加拿大公民要起飞了 这样子的话就很多机构啊 Family Office都可以投入Bitcoin 他们也不用去学习怎么样去使用硬件钱包 但比特币你自己买 自己放在自己硬件钱包 是最安全的不要放在平台上 因为我们看过在平台上会出的很多事情 突然不能提款 突然出这个事情平台跑路 所以有大量的资金的话 建议自己买一个硬件钱包 然后我的频道里面你们可以搜硬件钱包教程 有一个四个视频的教程 然后是每一步从设置到怎么备份 然后硬件钱包如果坏了没电呢 丢了怎么样复原 然后一些要注意的安全的措施 我在视频里面都有讲 然后这边说Bitcoin has been one of the best performing asset classes on a one year, three year, five year and ten year basis 这基本上就是说比特币一直以来就是碾压所有的资产 它的涨幅 然后他说叫做low cost ETF 只是它有一个0.7%的一个 0.7%的一个管理费 我不知道这是 我没有接触传统的金融 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每年收的 还是每一笔交易收的 所以你们如果自己知道怎么用一些交易平台的话 我那个视频下面也有连接 交易平台连接 要注意有美国跟非美国的平台 因为美国管的比较严 所以美国的话就有推荐专门美国的 然后非美国的话就点那个非美国的注册就可以 只是费用应该都比这个低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knowledge is power 你懂自己怎么懂 怎么去储蓄这些 那你也不用ETF ETF钱你就可以买就可以上车了 然后ETF如果出来把比特币价钱再往上拉的话 把那个demand突然增加的话 那你就已经上车了 就不用等这个ETF出来 所以knowledge is power 所以建议大家怎么 建议大家去学习怎么样自己 持有自己的比特币 然后就不用通过这些机构 万一机构出什么问题 国家出什么问题 那个你的币在手里 就不用担心 然后这边又说特斯拉 他说50 billion wipe from Tesla 他们的股票 after他们 就是他们公布了他们入场比特币 以后他们的股票跳水 其实这也又是主流媒体在操控嘛 因为 你跌7% 我们看特斯拉 特斯拉 随便选一个 就跟其实跟比特币一样 每次主流媒体就说哦 比特币瀑布 比特币跳水 只是跳水永远都跳的更 都是到一个很高点 涨个20倍跳个30% 这叫跳水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也是啊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跳水 从 比如说从这个波段到这里 涨了100% 100% 然后跌了一个 12%就叫跳水了 所以其实这个都不用看的 他们都 就是 给会给 就是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看很多媒体 因为他们会给很多 混饶的 消息吧 因为做交易的时候 做波段的时候 你要自己很坚定 你的看法 你的技术分析 不要被外来因素影响 所以这些 就是主流媒体做的一些价钱分析 基本上不会看太多 好 然后那个Cream.finance被攻击了嘛 然后Alpha也被影响了 之前很多人一直说AlphaAlpha 问我有没有买Alpha 叫我看一下Alpha 只是 我一直跟大家说就是 我不会在牛市火热的时候 去研究很多新的项目 当然做交易是可以盈利蛮多的 如果你去在牛市热的时候 刚起步的时候去投入一些 比如说ICO IDO这种 你入场 然后立刻上线就翻个几十倍 十几倍是有的 只是 我说的很多项目 但我不是说他们 很多项目会趁这个热度 去趁这个热度 他就会这时候发币 发出来 然后就套一些钱 然后比如说再看未来的五年十年 看可不可以做什么东西 他们不做什么东西 他们也没有什么法律责任 因为这就是一个币 一个自由的一个交易的币 所以很多 其实很多项目会 大家也要小心 特别是现在 因为开始 可能已经不是在牛市的最前期了 已经开始一阵子了 所以如果套到一些不好的币 的话要小心 因为这是一个 加密货币里面的一个套路 很多人会 趁这个牛市的热度 他们来发 他们各式各样的理念 币 就发一张纸建个网站 我也可以做 然后一次就 然后牛市热 一套就套个 20million出来 这样子 然后这是他们被攻击了 只是这个东西也很难说 因为 因为我见过太多被攻击的 特别是还有 他们也 也有被audited by 他们的代码也有被 quant stamp跟 pec shield audit 这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审核 他们的代码 确定没问题 只是 现在就是 defi就是 我的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 又连到cream的项目 然后用cream的币 在我的项目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矿池 那如果cream的币出问题了 那我这个矿池也会影响 所以不只是他们自己 牵扯到他们自己 就是全部都关联在一起 所以比如说最根本的 一个什么 比如说cream出问题了 他们这边有提供一个cream的矿池 或者什么之类的 然后cream的价钱被操控 可以被 出一个漏洞可以被影响 那他们这边的池也会被影响 所以是这样子的 然后具体这个细节 我就不太说 只是就是很多这种 defi的项目 他们是互相全部关联的 然后他们来 exploit这个项目的是 用Ave 只是不代表Ave出问题 它是Ave有个功能 叫做flash loan 比如说我可以借两亿美金 只要我是单笔交易 可以瞬间还回来的 那我就可以借两亿美金 贷款这样子 然后一笔交易 我去用一下 然后把等于是 他拿Ave的两 比如说两亿美金好了 去发现cream的一个漏洞 然后把cream的漏洞 里面的池套出来了 然后套出来以后 立刻又还Ave 然后他把那个 换出来的币 全部都转成以太坊 转成以太坊以后 他们弄到一个 洗钱的一个 叫做tornado cash 这是一个洗钱的一个项目 就把钱丢进来 然后里面就会洗一洗 然后再吐出来给你 然后他的钱就干净了 也追踪不了了 所以还是要小心 就是大家投资新项目的话 要特别小心 然后加入这些矿池什么的 要了解所有的风险 不要就看一个币涨 然后就去到处追 是有这个风险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说他们的币具体 被影响多少 OK所以 Alpha 跌了20% Cream 跌了16% 所以还算还可以 因为在牛市火热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这是在 比如说 已经进入一个回调期的话 这可能不止 这20%的跌幅 这可能 因为我自己投过一个 被黑客黑了 然后已经回调到底了 我觉得认为到底 已经跌了70%了 然后我就去买那个币 因为我觉得他被黑了 应该安全一点 结果又被黑一次 然后从跌70%以后 再跌80% 所以 现在是因为牛市火热 所以他们没有跌得太惨 然后AV 是他们使用AV来 攻击他们的 然后AV 跌了2% 所以AV是非常强势的 一个项目 不在 这AV没有出问题 AV完全没出问题 好 然后最后一个新闻 就是Morgan Stanley 考虑 他们有一个 分行 他们公司的一个分支 他们是有150billion的 investment under management AUM 然后他们要考虑 加一些比特币的一些服务 不管 反正我觉得这是对比特币利好 不管是他们要提供custody服务 就是帮大家持有比特币 或者提供一些比特币的买卖 交易的话 都是好的 因为他们如果要提供比特币买卖的话 他们自己本身需要有比特币 比如说他们要提供给他们客户 可以交易比特币 那他们自己也要比特币 他们没有比特币的话 他们要去跟别人借 所以有一些项目是 专门 就是抵押贷 这种比特币的 可能可以借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借来 卖给客户这样子 或者是自己买 所以这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然后Morgan Stanley 他们也持有10%的microstrategy的一个股份 所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比特币的一些市场的浮动的曝光 通过microstrategy买到一些等于是接触到比特币的账符 然后他们可能是这样子 先接触这个账符 然后再去慢慢研究怎么样 通过法律合规 合法的一个途径去 让自己客户也可以开始持有比特币 然后自己也提供一些比特币的服务 因为这个政府要批准需要时间 所以他们先买了这个再说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我刚度假回来 所以我可能有点累 没有很精神 大家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请帮我评论你的想法 帮我点赞订阅小铃铛 然后帮我传给你的亲朋好友 祝大家 刚才一开始忘了跟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快乐 祝大家恭喜发财 我们下个视频见